在上节课中 我们已经学习了双向障碍的概念与成因 双向患者既有躁狂发作又存在抑郁发作 其中抑郁发作的表现 与上章中所提到的抑郁症的症状是一样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讲述躁狂发作的表现 躁狂发作的患者一般存在所谓的三高症状 与抑郁症的三低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即情绪高涨思维奔易和意志行为增强 有一部美国电影《永远的北极熊》 讲的就是一位有双向障碍的爸爸 独立肩负起照顾两个小女儿的重任 片中就呈现了躁狂发作的症状 下面我们结合影片一起来学习躁狂发作的表现 第一个主要症状是情绪 看到这位爸爸在回家的时候 非常热情主动和每个人打招呼 并且很主动要帮助别人做家务 非常轻松愉快热情兴高采烈 我们再看片中其他人诧异的眼神 就能发现他们觉察到这位爸爸异常的行为 以及兴奋的表情 第二个主要症状是思维奔易 表现为思维联想速度的加快 我们看 我们可以看到片中的爸爸言语增多 高谈阔论滔滔不绝 会明显感到说话的速度就像和思想赛跑一样 而且带有夸大的成分 第三个主要表现是意志行为的增强 即精神运动性兴奋 我们再看一点少 终日奔波而不自体倦 并且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很容易激热 控制不住的与人发生争执 甚至打架 轻躁狂症状与躁狂症状很相似 只是在症状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功能损害水平上 未达到躁狂症状的程度 多数轻躁狂患者不承认自己有病 将自己的症状描述得很轻并拒绝治疗 而且患者会喜欢这种轻躁狂状态 享受轻躁狂的愉快体验 但与患者接触比较多的人 如亲戚朋友或者同事就能发现 患者在轻躁狂时期的表现与平时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轻躁狂和躁狂呢 以下三点可有助于轻躁狂与躁狂的间谍 轻躁狂患者发作时间持续为四天 但不超过一周 且没有精神病性症状 而且患者的社会功能损害不严重 基本不影响或者轻微影响工作生活或者学习 一般不需要住院治疗 但是患者的病情持续发展 如果不治疗 就可能从轻躁狂转为躁狂发作 双向障碍存在多种分类 根据DSM5可以分为双向一型 双向二型 环性心境障碍和双向障碍的未特定型 要诊断为双向一型障碍 患者必须符合至少一次躁狂发作或者混合性发作 存在异常并持续的情感高涨 自夸或一击惹的情绪至少持续一周 通常有多次重度抑郁发作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混合性发作 是指躁狂发作时 伴有三个及以上的抑郁特征 在抑郁发作时 存在三个及以上的躁狂特征 若有至少持续四天的轻躁狂发作 并且至少一次重度抑郁发作 但从未有躁狂发作 则诊断为双向二型障碍 还有一种情况 是长达两年以上的时间内 抑郁发作和轻躁狂发作交替出现 但其严重程度均达不到躁狂发作 或者重度抑郁发作的标准 这时候会被诊断为环性心境障碍 还有一些非典型的双向障碍 比如抗郁药物或者精神活性物资 诱发的轻躁狂就被归类为双向障碍未定性 临床当中较常见的是双向一型障碍和双向二型障碍 下面就根据DSM5来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两者的诊断标准 双向一型障碍必须符合躁狂发作的诊断标准 在躁狂发作之前或之后可以有轻躁狂或抑郁发作 那怎么才能诊断躁狂发作呢 首先从时间上要持续至少一周时间 几乎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有明显异常的心境高涨 活动增多或者精力充沛 如果住院治疗则可短于一周 并且在这段时间内需至少符合下述三项症状 程度上足以导致显著的社交或者职业功能的损害 或者必须住院以防止伤害自己和他人 或者存在精神病性的特征 并且这些特征不能归引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 或者其他躯体疾病 这些标准就构成了躁狂发作 而诊断为双向一型障碍的患者一生中 必须至少有一次躁狂发作 而双向二型障碍则必须符合轻躁狂发作和重性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 轻躁狂与躁狂发作在症状表现上基本相似 只是症状程度较轻 且持续时间上至少适天 但不超过一周 如果达到一周就可以诊断为躁狂发作 并且在严重程度上和社会功能损害水平上 都低于躁狂症状的程度 在临床诊断中 有什么工具检查可以帮助筛查出躁狂症状 从而早期识别双向障碍吗 首先是心境障碍问卷MDQ 它是根据DSM5标准制定的 用于诊断广泛的双向谱系障碍患者的自评塞查量表 共有13个问题 如果出现7个及以上问题 回答为是即为塞查阳性 高度怀疑双向障碍 另一个塞查工具是32项轻躁狂症状清单 简称HCL342 由32项轻躁狂症状组成 可以用于筛查轻躁狂 有14个及以上问题条目 回答为是即为筛查阳性 高度怀疑曾有轻躁狂发作 使用以上的量表具有快速客观的优点 但量表只作为诊断辅助工具之一 并不能作为诊断依据 所以有些人单凭自己在网上填的问卷 结果是不能诊断的 需要去专业的精神医疗机构就诊 全面系统的评估 而且需要进行全面的精神检查 以及身体检查 如脑部核持共振扫描 内分泌检查 排除大脑和内分泌异常 所导致的躯体或者气质性疾病 才能得出诊断 把这两个量表我们将作为拓展资源 大家课后可以进行详细了解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本次课程的内容 我们学习了双向障碍的临床表现 以及临床分形 重点描述了躁狂发作最典型的山高表现 情绪高涨 思维奔异和意志行为的增强 我们还学习了双向障碍的诊断与评估 并了解了临床诊断中的常用症状量表 分别是MDQ和HCR32 大家可以课后进行测试学习和留言 并观看电影《永远的北极熊》 充分理解双向障碍的表现 我们下节课再见